一种精神满足对吗 在归宴寺前头的人 那里有几个真能发财 但是你明白没有 他这个行为本身 去拥和宫这个本身 他实际是满足这个精神的 可是我觉得不一定 这也有可能真正表达出 中国人的机会主义性格 你刚说的很对 其实真正去那些插箱的人 你说他们真相信 自己插完这入箱 今年发大财吗 他也觉得这不一定 但他的想法是什么 有差比没差好 有上比没上好 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 就是这么很机会主义的 就是我干了 你不干好吗 比如说宁愿相信有鬼神 也不要不信 又或者说比如说 像中国人的宗教 最奇怪的就是 我们这种没有制度 没有组织的宗教 跟别的一神信仰 现在全世界的主流信仰 是一神信仰 最大分别你知道在哪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你比如说你中国人老爱说 像我们南方人沿海拜马祖 老说这个马祖庙很灵 这句话什么意思 很奇怪 这就等于马祖 本来是同一个神 一堆马祖庙 但他会说 这个庙的马祖比较灵 你什么时候听过基督徒说 这个教堂的耶稣比较灵 这个圣母比较牛 不会这样子 所以你看中国人 这个信仰太奇怪了 子墨 你像你已经这么有钱了 是吧 财神已经在你 财神已经在你家的人 我不是曾后宫 财神已经在你家的人 你的精神寄托是什么呢 雪拼 雪迪拜 其实我的感觉是说 就像我们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 其实挺悲哀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没有太多的精神寄托 从小没有 我们从小被教育说要信仰 将来有天实现共产主义 但其实你长大了 你发现共产主义还在远方 太遥远太遥远了 然后你就会已经被灌输成无神主义 所以你也很难去真的内心的 很纯洁的去相信某一种宗教 你说去拜一拜财神吗 去相信什么 总之我现在一个很简单的就是 希望身边的人大家都健康平安 可能就是这么简单的这种生活的信条 上升到任何的信仰或者信念 我觉得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 大家都是缺失的 至于你说大家为什么去拜这个财神 除了刚才文道所说的这种 对宗教的机会主义 我感觉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原因 也还是因为说中国人太穷了 而且这个穷呢 是在于自然资源条件非常匮乏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会对于钱 或者是说对于拜一拜 有如此之大的渴望 因为中国一直就是人口很多 然后土地非常平级 没有任何的自然资源 我们都说原来地大物博 其实这个博是另外一个博 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可能又是一个特别浮躁的社会 现在整个应该说是中国新的阶层 或者阶级在形成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 他总是有一种渴望说 我要从我现在的阶层再往上爬一层 我只有有钱 我才能过上一个好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一种 特别淳朴的愿望 你为什么说比如说像美国 他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人认为说 这个金钱是那么重要 像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同学 家里条件非常好 可能温道也会了解很多 学习成绩也很好 那人家就是愿意到非洲去做两年一工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没有发生 那就是在有限的资源下 大家都去抢 大家都要去过好的生活 我不能把我的时间 我的情趣去所谓的浪费 在其他一些不能够带给我物质回报的地方上 我觉得这个和可能我们天生的自然条件 有特别大的关系 但是你有了钱这个反应 你像你虽然你不是 但是你至少比较了解 现在人家欧洲不在聊吗 欧洲报纸上不是登出来 说中国富豪 而且中国富豪的二奶们 咱们不能叫二奶歧视性的称呼了 反正就是那个什么们 女朋友们 购买力惊人 是啊 是购买力惊人 形成一个巨大的购买力 那你 我觉得这是这是两个 我为什么说这是中国阶层形成的一个 或者说阶级形成的一段时间 就是你会看到底层和上层的这种脱节 其实你看在迪拜也一样的 据说在大年三十 那个帆船酒店啊 就七星级的帆船酒店 都是中国人 90%都是中国人 那其实我们是到了初四才去的 因为就是知道之前的话 可能走到那儿都是中国人 然后我听说啊 在迪拜最大的一个shopping mall的 这个就是人山人海 全是中国人不说 然后在那儿的LV店的门口 居然排起了长队 全部是大陆人 你就能够想想这样的盛况 每一个很好的五星级的酒店 每一个很贵的餐馆里面 都有中文的服务员 我们是去援助亚非拉一样的 去援助迪拜了 看迪拜快垮了 对不对 给迪拜有点提供了 有这个世界主义的 所以说我们把财神传遍四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不对